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大观众观战 一把卡梦前锋啊,面对对黄衣之主入恋前锋病患祭祀 这个时候打黄衣很厉害啊 这个时候打黄衣之主,乾坤大挪移,插眼黄衣 拿着刀这种很没办法的,或者说很没脾气的 前妻如果说真的来一波挪移 这黄衣之主底牌都不一定好 上来遇到病患就,你抓个病患呢 前妻感觉抓得很慢,你抓个入恋师 真的这边前,凶者前锋比如说搞一波什么撞旧 然后穿大洞,黄衣之主,真的也挺难处理的 他前妻追人的时候可能就要掉一个什么插眼 即便你底牌的CD好了,也不一定能够切得出传送直接来用的 所以这套阵容我还是比较看好的 那么这边抓病患,三个勾交完应该是一分半以上了 三个勾交完应该是一分半,这边在瞄 对你过来,我直接一个反勾勾回去 好了,一个翻板加速,往前绕一波 不再继续玩一下这个站台吗 我觉得这个站台可以再玩一手啊 来这边玩板子,然后待会穿祭司的洞 我们看祭司,祭司的话这边是应该连了一个大洞啊 没有交掉其他的洞 病患的话,卡着这个点,飞轮躲掉 好的,非常舒服,这是一个飞轮病患 祭司带拨命,然后上去以后斜一勾 这一波飞完,黄一组应该是已经没有太多的正面的机会了 他的机会只有在防守端了 你说正面击倒,然后滚雪球什么的应该滚不了了 这个局对于黄一组来讲就是击倒了以后做一波防守 防到了呢,我有机会能保平 防不到嘛,那就是四人开门战找机会保平 反正怎么地都是保平 真胜只有就是他得打一波什么呢 打一波就是求者,比如前锋来救人吃个震慑 吃个震慑,我觉得求者这边节奏都够了 现在已经两分钟了,一刀没起了 两分钟一刀没起 先头给他砍破,砍破这边直接拉大球都行 拉小球嘛,相对来讲,操作可操作性会更高一点 但拉大球的会更稳一点 这边他触手,躲掉,一个翻板加速再绕一圈好了 节奏全舞啊,节奏全舞的没办法 还是阵容啊,我上段就给大家讲 这套阵容,黄翼之主只有开局直接撞脸 入练师好像稍微好一点 但凡是什么入练师,灵鹫一放跑开位置的 或者抓个祭司,祭司的话也要看位置 祭司相对来讲,我觉得他的一个牵制力是没有变换来的高的 拍到一下,拍到一下祭司,祭司穿洞,拉近几点 有车,前面的话能不能触手拦住我 拦住以后看祭司怎么办,很想拉开 手里面的话没有洞,没有洞的话这边应该是被架住了 机子,现在只差最后一台新机 前方这边修完机子去救人 然后这边的话病患去修全场最后一台 就是马戏团里面的机子 里面里面,前方的机子够了 前方机子真够了 这边病患再来补 这修完 然后再去 入练师这边机子也好,我是不是算错了刚才 两台机子都好了怪不得 那我搞错了,是我看错了,我看错了 密码机压好了 前面的话出手 直接密码机点亮一个加速,先把人救下来 这前方,救下来有搏命的 好,拉开,入练师这边的话有灵鹫 灵鹫的话应该是跟祭司不见面的 跟祭司是不见面的 但是跟前方可能就见面了 这边灵鹫没有掉 前方这边在被追,换老师这边不给灵鹫吗 有灵鹫的话 帮老师这边是没有见过面 灵鹫要不要掉过来 祭司也到了 病患这边也到了 前方被挂上 那好像是没有见过前方 可能入练是没有见过前方 但也不影响这个局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一边倒的局 上来这个病患牵制的好 后面前方牵制的又好 两个人牵制完 基本上就已经变成一个死局了 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